我看完後,我自己真的覺得這次上訴庭 是偏離了我們所謂港維接納的法律原則 去重蹲這件案 這次是一個很特別的程序 是律政司根據刑事序行條例 81A,是一個刑期覆核的上訴申請 而這種覆核申請 其實上訴庭應該是基於裁判官所裁定的事實 去考慮究竟他下的刑罰 有沒有所謂犯上法律上明顯的錯誤 過輕之類的 而上訴庭不應該所謂違背裁判官就事實的裁斷 自己再去演繹事實 得出不同事實的結論 跟著去判案 三個這麼有抱負年青人 他只不過做一個爬爛的動作 跌了下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他的沒有證據是關他的事的 是不是嚴重到好像上訴庭這樣說 是說需要重判 連社會覆領或其他緩刑的考慮都不會考慮呢 其實都是我自己個人覺得 是這次上訴庭的裁決 其實是真的有上訴的空間 那是這個今天 是這次的 我們在做一次的 那是這個 在關心中的 我們在做一次的 那是吧 那是這個